香港 文化 日本 人口 民眾為本 不可以讓民進黨把台灣當作它的專利 這很重要的概念 台灣是我們的 不是民進黨的 它是賭 它不是臺 國民黨是同 民進黨是賭 民眾黨是臺 台灣不是民進黨的 從今天起來我們要這樣搓它 在民眾嘛 以民眾為本嘛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嘛 要在人民過好一點的生活 中心思想 人民才是政治服務的對象 民進黨攻擊柯文哲最常用的哪一招 沒有中心思想 我說我當醫生怎麼沒有中心思想 醫生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手術要成功 病人要救活啊 所以政治的服務對象是老百姓 不是統獨的意識形態 我們怎麼沒有中心思想 我們中心思想就讓老百姓過好一點的生活 不然你民進黨中心思想是什麼 可是要讓人民過好一點的生活 那方法很多嘛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中心思想 我的中心思想跟你的中心思想不一樣 你看看我們當一個外科醫生 看到腫瘤 可以開刀 可以化療 可以電療 可以血管三摔 可以那個標靶治療 還有什麼事都不要做 為什麼 不開還活六個月 開了剩下活三個月 開了剩下活三個月 為什麼要開 然後開刀可以搭溫習 可以這個內視鏡 可以在傳統的剖護探查 這才是我們的精神 所以我跟你講 從今天起 如果大家說 民眾黨沒有中心思想 你就問他說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我們的中心思想是讓老百姓過好一點的生活 然後最後黨嘛 要走得快一個人走 要走得遠一群人走 所以這也是要相信眾人的智慧 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所以台灣民眾黨這五個字 就解釋我們的一切了 我每次開玩笑說 民進黨沒有台灣 國民黨只有中國 所以台灣人要重新定義 什麼叫台灣人 生活在台灣 認同台灣 他就是台灣人 我問你啦 馬歼斯不是台灣人 是啊 其實我跟你講到今天 你看 本省外省那個已經打破了 所以以後不要叫天然台 天然谷叫天然台 所以台灣民眾黨基本上 我們跟國民黨民進黨不一樣是 我們是有政治價值 台灣民眾黨的核心理念就是台灣的整體力 民眾的最大福祉 所以我們還是尊重台灣主體性 然後我們是要給老百姓過好一點的生活 就這樣嗎 就是我們的中心思想 怎麼會沒有呢 不然你民進黨中心思想什麼一講給我聽 毒嗎 如果毒會發生戰爭會死很多人 這也是你的中心思想嗎 我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灣主體性 人民最大 民眾最大福祉 所以我們中心思想啊 我們怎麼會沒有中心思想 就吐槽民進黨 民進黨中央黨部有七個字 清廉勤政愛鄉土 我一直在想說奇怪 他們清廉勤政愛鄉土為什麼變成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看少了一樣東西 清廉勤政愛鄉土 他們沒有愛民 所以後來就 過濁精你知道 我跟你講喔 昨天我遇到一個人 說2022台北市長選舉 陳時中是被你打垮了 其實我知道我罵他那一句話是 殺傷力很大 賺這個錢 怕孫為好 為什麼你知道 疫情已經爆發已經在死人了你知道嗎 你還擋DNT進來負航高端 你的政治價值是什麼 你怎麼會讓老百姓死掉 你還是要賺那個錢 太過分了你知道嗎 賺這個錢怕孫為好 我跟你講喔 人民才是政治的主體 你跟我講什麼一大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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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形態 你沒有愛民嘛 你愛民就 後面就完蛋了 所以喔 這也是概念啦 對窮人好不是施捨不是憐憫 而是保護自己 你是社會有太多窮人你也很難安全 所以人民才是政治的主要對象 不是意識形態 從今天起喔 如果民進黨敢再說我們沒有中心思想 你就反問他說那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我的中心思想是台灣的主體性民眾的最大福祉 阿你的 2021年那個疫苗事件 已經疫情爆發了你怎麼還在負航高端 你嘛 君子愛財取是有道 道義有道 你怎麼在那個時候還堅持要賺這個錢 如果我一個人講不算 郭台銘也講 實際的那個雲博文 執行長也講 雲博鋒也講 那就不要懷疑了 就是 反正政策是這樣啦 民意 專業 價值 我們的價值就是寫在這裡面 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少數的利益犧牲多數利益 不因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我們非常強調正直誠信 還有一點啦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還有理性物質科學 最近吳欣營寫這個我還寫得蠻不錯 那都我們的英文縮寫 TPP 這TPP什麼意思 台灣 is pragmatic and professional Pragmatic的叫 物質 Professional叫專業 然後目標是什麼 Peace and prosperity Peace是和平嘛 Prosperity繁榮 那個TPP 我們的方法就是 Pragmatic and professional 我們的目標就是 Peace and prosperity 我覺得這還不錯 這次去美國就用這個 執政就是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不要做 認真做 講完了 唯一差別在哪裡 堅持 講完不是說要開晨會嗎 結果咧 一個禮拜就掛掉了 他也說他七點半要開會 我就嘲笑他 太好笑了 才一個禮拜就掛掉 我八年吼 其實我跟你講吼 我在台大約已經二十幾年了 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上班 講完說他要成會 一個禮拜的考慮 難在堅持 我倒覺得這樣吼 如果你問說民眾黨跟 其他這四個黨會差別在哪裡 我要講就是 堅持 我跟你講堅持很可怕 每天進步一點進步一點 這最可怕 每天七點出門坐公車 七點半在台北市準時開工 如果可以持續八年的話 這就可怕 其他四個黨吼 都是成立那天最高 然後一路慢慢掉下來 所以台灣民眾黨是慢慢爬上來的 我跟你講我是沒有時間吼 因為在台北市政真的要做好要花很多時間 以前是沒有時間關黨務 我現在每天七點半來這裡上班 你放心好了 我不敢說今年年底一定選舉要打贏 但是我非常清楚 如果這種文化建立 你知道 這越來越強 每天七點半準時開會 所以說是不是 這個第一點 準時開會 第二點 集體智慧 要相信眾人的智慧 超越個人智慧 還有為什麼我們避案 避案很少 有十幾人看過 要避案不容易 不過重點是不要一言堂 要做到不是一言堂 唯正在於耐煩而已 所以認真是一個文化 政治是說服的過程 to see to believe 行動是最好的說服 八年你知道 如果每天七點出門坐公車 七點半準時上工 騎一日北高嘛對不對 他說做秀 我說騎士叫做秀 如果騎好多年 所以他從做秀 變成傳統 最會變傳奇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已經想過了 一百年後 大家對科技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一日雙塔 我跟你講 有一次我去美國鳳凰城 鳳凰城的市長就跟我講這件事 我的助理要去台灣騎腳踏車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有看過你那個一日雙塔的影片 美國鳳凰城 我還有人 你知道嗎 一日一日北高 一日雙塔一日北高 變成柯凰城的標誌 因為他代表是意志力 怎麼意志力這麼強 一定要祈禱 我到現在 今天還集得到 太厲害了 政治為什麼 為什麼你講話人家要相信 他本身是個表演 你演得像不像 我倒覺得回答兩岸關係 林肯講的話最恰當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需要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這一段是講的最恰當 兩岸關係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還是要對抗 今天民進黨的問題是什麼 可以合作的時候他也要對抗 國民黨是跟我們倒過來 從來就不敢跟他對抗 民進黨是特調的對抗 國民黨是特調就不跟他對抗 其實布林肯講的就 這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人家問我 我現在用這條回答兩岸關係 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還是要對抗 這樣就好了 他來解釋我們醫生的觀點 你可以手術可以化療 可以標靶治療 可以放射治療 你可以傳統開發 可以內施境開發 可以達文區開發 所以喔 那種什麼銅 對我們來講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標 只有人民的死活 才是真正的目標 這是 回答 我們的中心思想的問題 以前蔡英文來問我說 台灣價值是什麼 我後來怎麼嗆他 我也很想知道蔡英文的台灣價值 他從來不敢回答 但是喔 我後來去歐洲議會的時候 有一百個議員聽我演講 我在那個議會中 開始講台灣價值 什麼叫台灣價值 其實喔 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現 就是台灣價值 什麼叫普世價值 民主自由多元開放 法治人群 關閣弱序 勇氣精明 什麼是對的什麼錯 大家都有概念 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現 就是台灣價值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叫 什麼特別的台灣價值 普世價值 就是普世價值 沒有說你台灣價值跟價值什麼不一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認為的普世價值就是普世價值在台灣的實現 就是這幾樣 直接民主喔 人類最早是直接民主 後來間接民主 其實我們現在有網路 又回到直接民主 政治性價值 政治性價值就是相信眾人的智慧超越個人的智慧 開放政府全民專業公開透明 民主是 把政府的權力交換到人民手中 中國跟台灣是什麼 是生活方式的競爭 生活方式的競爭你知道 我說這個就是民主 早上大家一起開會決定的事情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的高中生 可以說他提案 然後找到人家跟他 支持 他寫這個 我們市政府會編預算給他 一年好幾千萬 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包容是自由基礎 自由也不計算他的自由會犯人 有表達自由又不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宗教自由 每一規劃自由 每一款自由 蔡英文在2016年 他當選總統那天怎麼講 只要我當總統一天 台灣沒有任何人必須因為他的認同而道歉 有嗎 這就是蔡英文講的 2016年1月16號 我當總統一天 會努力讓我的 國民 不必為認同道歉 今天不聽他的話就是中共同路人不是嗎 其實這樣啦 從共榮共榮到共榮 台灣本來是移民社會 其實我覺得這些慢慢也會 會淡掉 外省本省這個我想應該 都已經到第四代了還在外省人 你要知道 台灣民眾黨是對 這種一入移民最友善的一個政黨 只要生活在台灣 認同台灣 他就是台灣人 用馬街為例 我去外面演講他講這個 這個是新黨 這個是民進黨 這個是民眾黨 親民 奇怪 他什麼黨都有 為什麼做不到 我跟你講 這次選舉 我的口號 你知道 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這是對內 我們沒有要排除任何一個黨 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兩岸和平台灣自主 這八個字 做得到嘛 為什麼你一定要國民黨上來把民進黨全部翻掉 民進黨要把國民黨全部翻掉 他可以共存的 所以 我反對下架民進黨這個口號 我也反對非力的這個口號 因為那是一個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 然後那個 共融社會 國家自主 那個聯合政府 團結台灣 兩岸和平 台灣自主 這八個字 共融式遊序 你知道嗎 這也是用思想 因為他這樣那個 坐輪椅 小麻痹 也可以去公園玩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 坐高 因為他玩沙的那個 輪椅可以推進來 然後 以前叫罐頭式遊具 現在叫共融式遊具 全世界非非叫國家 就台北有開災節 以前人家說 你為什麼對那些 移工要那麼好 我說我們對他不好 你去上班他就內在你爸爸媽媽 還有一點 我要卸任的時候有一次 開災節 你知道嗎 我竟然還是仲沛軍在議會執行 你說那個能不能停掉 我說為什麼 因為那個很多家裡說他怕他出去感染以後回來會傳染到 他們家裡的長者 我說今天如果台北市所有的活動都停掉 我會同意 如果台北市的不停 只有停開災節 我不同意 這個歧視 台北市是唯一非非叫國家裡面有開災節 一開始在 台北車站 人太多了 後來移到那個 台北火車站外面 後來給他移到大安森林公園 全亞洲最大的同志遊行是在台北 你要知道 同志遊行在 台灣是沒過的 同志議題 三分之二是反對的 可是我們在台北可以很peace的讓他 舉行同志大遊行 一次有 最高到13萬5000人 這個喔 轉型正義是這樣啦 這個是華樂莎跟我講的 我見過華樂莎 我問他說你當總統那一天 你底下的官員99%的前一天是破壞你的共產黨官員 你怎麼應付這個問題 華樂莎說 轉型正義三個原則 解決現在的問題 預防以後發生 然後追究過去責任 最重要的是順序要對 民進黨為什麼轉型正義會失敗 因為他把追究過去責任擺到第一位 那一定不會成功 因為那個變成是報復 變成是勝利者的正義 所以喔 促轉會為什麼會做得不好 順序錯誤 解決現在的問題 預防以後發生 再追究過去責任 我如果不是用這種態度 大灣別斷沒辦法解決 我如果不是用這種態度 大巨蛋沒辦法解決 你追究過去責任 全部都共犯你想怎麼處理 所以喔 檢討過去 解決現在的政府 常常喔 這華樂莎跟我說喔 你要是解決前兩個 你就會發現說 你不太想處理過去的問題 像民進黨常常是喔 檢討過去 解決現在的政敵 不管未來 這是促轉會最大的特色 台灣是全體國民共有 不是政黨綁架人民 閃動對立的代名詞 所以我們請了一個叫莊錦華老師 他說喔 有一次他放一個PowerPoint給我看 這過去20年喔 民進黨在立事選舉的主事 你會發現民進黨全部叫台灣 點亮台灣 贏回台灣 台灣要贏 台灣對 他怎麼說台灣 台灣不是民進黨的 台灣是全體台灣人的 為什麼國民黨會一路慘敗 那你台灣都沒有的 台灣被民進黨搶去了 明明我們都住在台灣 你如果被民進黨搶去 當然你就掛掉了 所以喔 容忍包容 到融合 一直到光榮 我們是融合啦 不是統一 這是一個概念啦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小問題解決了就沒有大問題 所有的小問題都解決了就根本沒有問題 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還有當問題還不是問題的時候 你拿出來講大家再幫忙你 那你問題變成問題再拿出來講才被卡 我個人反對亮點政治 一片黑暗才看得到亮點 一片光明怎麼看得到亮點 我認為啊 政治上最有效的就是 每天做一點 做一點 然後持續有 這才是國家的前途 每次在搞什麼大建設 那個都騙人的 我跟你講為什麼要講這個 台南市每10萬人車禍死亡人數是台北的四倍 你曉不曉得 台北市的車禍死亡人數全台灣最低了 以人口計算 為什麼你知道 連理交通改善計劃 這個沒有什麼難 耐煩而已 小東西 重點是你要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畫 一直畫 以前喔你看 兩邊 兩邊都停車 老頭子走在中間 摩托車一過就 封掉了 你現在給他一邊綠色 一邊那個停車 他就車禍就少掉 他這個少多少 少47% 有畫的理會少掉47% 這個就是我要跟他講說 我們三個總統你知道 出國訪問走私香菸的數目 阿扁是2100條 馬英九是 13000條 蔡英文第一任 四年就有26000條 我跟你講喔 為什麼要拿這個出來講 這就是問題所在 蔡英文的齁出國 四年出訪你知道 走私香菸兩萬六千條 要多少人合作 發行 倉儲 海關 還有囂張的管道 所以你要聽說話嗎 幾瓶爛爛爛 這個 這個數字你知道 我說我要從哪裡 這一張就夠 其他都不用講了 越來越厲害 我跟你講喔 總統要做什麼 上梁不振下梁歪 只要總統正後面就下面就 就不會有問題了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再來喔 清廉勤政 愛鄉土 請不要忘記 中間有個愛民 都不愛民的 先都不用講 我們是以左為本 以右為用 中庸之道 這個 在資本的民族主義跟社會民族主義 其實我比較傾向社會民族主義 為什麼你知道 我覺得北歐啦 那種社會民族 會比 美國那種資本民族 比較人性 所以比較傾向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民意 專業 價值 理性 務實 科學 數據 邏輯 對話 從work hard 到work smart 從建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我們要從政治上的領導者變成 文化的傳導者 以後啦 人家在問說 請問民眾黨跟國民黨民進黨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你要跟他講說 我們是有文化的政治團體 我們有一個堅持的 政治文化 國民黨跟民進黨就一模一樣 我發現喔 我在台灣 為什麼會在 很多政治人物裡面 我會跟他們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有很特殊的政治價值 這個喔 不是你嘴巴說的 你要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全台灣有哪一個縣市政府有 有廉政委員會的 沒有辦法一次全部做到 要一步一步開始去 什麼叫種族民族主義 什麼叫公民民族主義 印度脫離英國 是種族民族主義 美國脫離英國 是公民民族主義 然後 進入這個民族主義以後 到底是要走資格民族主義 還是社會民族主義 我們比較傾向 美國那個資格民族主義 我認為太殘酷了 理想跟現實 是啊 堅持理想做最小的妥協 只要A大於A的人出方就無限大 TQM 全面品質管理 所以技巧勝為大勝 但倒過來技巧敗為大敗 這也是我們演講堂講的 你對國家的願講是什麼 我說就這樣就好了 政府是可信的 法律是要遵守的 司法是公平的 公務員是服務人民的 監獄是官有罪的 講完了 今天政府講的話你相信嗎 法律 有關係的沒關係 沒關係的有關係 法律都給參考用的 司法是公平的嗎 公務員是服務人民 不是領導不是管理不是監督 建議是官有 這樣就好了 我的目標就是這樣 其實我跟你講 對的事情做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就好了 Do the right thing do the right 從work hard 到work smart 好結論 台灣民眾黨兩個基本問題 以後遇到這兩條會回答了吧 你就把我今天講的話 然後消化一下 台灣民眾黨跟國民黨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先說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兩個除了意識形態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他們不一樣 又是假的 然後為什麼跟他不一樣 我們就有政治價值 為什麼我們 不會重蹈覆測 因為我們比較認真 我們很認真在工作 所以時間久了 拉久了我們一定會贏 我不敢說今年一定贏 但是我非常清楚 這樣 只要拉久 時間拉久 我們一定會贏 所以為什麼反綠 非綠聯盟 嚇一下民進黨 反綠共同 這種口 我們還是要建立一個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這是我的目標